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双十记》 初看名字还以为是一部美食电影 不过看过后发现美食确实是有的 但是更多的是惊悚 还有些脊背发凉的感受 这是一部讲述爱情忠诚的故事 之所以叫双十记 或许就是在说吃两家饭的男人的意思吧 吃了两个女人做的饭 游走在不同的女人之间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悲剧 双十记的主演可以说都是实力派演员 吴振宇、于南、张一燕 对于人物的演绎还是很难捏到位的 而且剧情尚可 所以豆瓣的评分也不低 电影讲述了成功商人 陈家乔追到了一个小情人Coco 但是这个陈家乔其实是有妻子的 陈家乔嘴很刁 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了Coco做的难吃的面 甚至大发脾气 想要抓住男人的心 就要先抓住男人的胃 显然Coco也是这么想的 正好他遇到了春燕 春燕的厨艺了得 在他的帮助下 Coco的厨艺也越来越好 陈家乔终于不再抱怨饭菜 但是慢慢的 男主吃过饭开始有不良的症状 这也是剧情诡异走向的开始 陈家乔去西医检查 一直都没办法说出个所以然 所以陈家乔去看中医 中医却说他身体里有毒 这样他对Coco产生了怀疑 觉得Coco在饭菜里放了什么其他的东西 Coco也开始怀疑春燕 在调查中发现春燕就是陈家乔的妻子 她之前说的身份也都是假的 后来我们也知道 春燕一直都在给丈夫家乔准备香克的食物 这样长期的吃香克的食物 陈家乔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到最后竟然无力反抗一个女人 到这里春燕还是机智的 但是失去孩子的痛苦 让她在复仇的路上慢慢的走向了疯狂 她甚至禁锢了两个人 陈家乔想要逃跑 她还惦记了她让她晕倒 她还绑架了Coco 因为想要Coco肚子里的孩子 电影最精彩的部分应该就是 三个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一场戏 陈家乔在桌子的中间 左右两边坐着她的妻子和情人 这顿饭是两个女人共同为她做的 也印了电影的名字双十季 最终男主陈家乔选择了自杀 她已经是一个失败者 或许是因为失去了秘密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身体 以及两个女人带来的精神压力 她吃了大量的安眠药 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警察也抓到了春宴 而Coco生下了孩子 成为了一个单亲母亲 自己生活 这个结尾也算是在意料之中 在一场婚姻和感情的背叛中 所有人都是输家 但是我们也许会想到 这样所谓的成功人士 或许并不少 当人有了财力 有了地位 他会更多的追求欲望 男人养个小三 包个二奶的事情 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说什么 但这并不是正确的 婚姻是一种责任 也是一种誓言 并不是说一生只能爱一个人 但是至少一次只爱一个人 并不是每个女人背叛了以后 都会默默地忍受 就好像电影里的春宴 她或许会用不同的方式 报复你的背叛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